5 4 3 2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177集 这一集等一下录完影我们要来抽奖 对啊我们要抽奖 对我回来了 现在只要好想要归队了 忙完那个那算临时跑出来的工作吗 应该说我原本以为 你说那个跟泰国的台湾渡球 对吧你前几天去拍那个 对啊 我原本以为只是比赛当天 哦原本以为就是中华队泰国那天而已 对对对 结果后来没有前两次练习跟记者会我要去 都要去 所以你就得提早下去那样什么高雄 怎么讲先对啊就下去高雄 礼拜三就下去高雄 然后主要是因为其实通常也可以连线录 只是那天台湾的球队就是他们在那个 现在就讲这个嘛 他们在那个修理事里面讲 简单讲简单讲 他们在修理事里面讲很久 哦讲很久 所以他们出来练一下 然后就结束嘛 你可能在讲隔天的战术跟准备东西什么 哦哦哦 然后因为这样拖到 哦 就这样比较晚结束 然后他们要访问什么的话 那就更晚 哦就 因为一个演一个一个演一个 所以那时候后来就跟一迪哥讲 就是算一算那些时间好像不太妙了 对啊然后我也没办法太晚睡 是爱捆 我也不好意思让你太晚睡了 对啊对好想要体谅我 所以我就跟他 我自己来搞定一集 既然我录完后制完放上网路 我就可以去睡觉 那天又那天是什么 后来第三场下雨 No Game 很冰那边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就可以提早跟师傅 我又可以乖乖乐乐乐去睡觉 是老天爷好像有默默帮我一把 这样的感觉 对哦 好那好小龟队的第177集 这一集有听众信向 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是一位叫小飞的听众朋友 哎呀哦 爱迪哥好小哥你们好哦 看了爱迪哥光这个赛季 就已经飞了三次被海盗看球 心里真的是 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这个月初终于有机会抛七七子 飞去大阪看球赛 你确定这是我们可以讲出来哦 在金池巨蛋和国中史党 一起喝啤酒看球赛 真的是人生夫妇和球 这比较爽嘛 可惜后两天遇到日本境内大烟水 要去看的甲子园球赛和这联盟都取消 哦你想看这联盟 哎大烟水是 下大雨啊 那时候日本 大阪是不是 这台风那有过去吗 对啊就那个封面 然后奔上去 关东也有啊 关东也都很多都延塞啊 嗯不过至少有看到 金池巨蛋一场嘛 有屋顶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 我记得2016年去马自达球场看广岛队中日中日球迷只有外野的一小角客队应援席 但这次去看欧牛对广岛 左半边球迷被李渔民淹没一片红 这情况在看电视转播的火腿跟队板身也有发生 呃我印象中有些主场球队对于客队的应援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只有客队应援区才可以穿客队的T恤或球衣加油 但这几场比赛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对客队球迷的限制 那么像这种接近反客为主的情况主场球队要怎么应应 难道就这样接受自己的主场变成别人的 另外也很好奇真的有这么多板神明特地远征到北海道看球 或者根本是潜伏在北海道的虎迷全部冲出来了吗 而另外明年也想到北海道Sconfused看球 请问已经有到场看球经验的两位 有没有推荐的座位去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两位这几次买的区域和价位作为参考 最后非常感谢两位每周辛苦花时间录制两集节目 但不能去现场看球的我 也还是能接受到满满日本野球最新的消息 话说我开车时和洗碗坐驾室的最佳伙伴就是日工配信和野球泰姆莉 虽然泰姆莉讲的已经是旧文了 但从未来人的角度来听滚羊跟Eddie哥 当时的一些预测和分析真的蛮有趣的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日子狂的付出 小飞 谢谢小飞 对 最后这个好像蛮好玩的 2023年的现在回去听 泰姆莉挺多久了 应该快两年了 这么久 差不多 一年半吧 至少应该有个一年半 你现在回去听那个时候 你那时候是做什么预测 我不记得了 我现在脑筋怎么可能记得一年半以前的事情 我还记得野球泰姆莉这五个字都不错了 你怎么那么夸张啊 所以你那时候是 那叫什么 就可能是说 是起姬还是观落音 不是 供估供的严重 很好玩 那种感觉 都预测错误 那种感觉 然后来回答这个两个问题 前面这个其实 我去三次对 我这样就跑去三次了 对 你去了三次 对 对 可是看到你看 你说他在金石巨蛋跟国中食堂一起喝啤酒 看球赛 这应该比我还爽吧 对啊 因为我蛮好奇 他是跟国中朋友们食堂一起去旅行 我还没有这样过 我没有这样过 我最多就是家人 以这三次来讲 一次一个人 一次跟家人 一次更好笑 看那个爽度应该小飞比较好啊 如果我可以这样 跟以前比如说 比如说日处会 嗯 大家如果有年纪的人 听过以前在那个论坛时代 一平大 创的那个日处会 如果我那些 以前一起看日本职棒的朋友 在日本职棒的球场一起看 一直要讲看啤酒 我今天很乖乖的 喝啤酒看比赛 我应该真的也是很爽 是因为那各位感觉很像回到以前的光 时间的感觉 就是那不一样 因为我先讲我们两个很好 虽然说 但我觉得跟自己以前学生时代的时长 看球赛很不一样 不一样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回到以前那个 你们聊的那些干话屁话什么 对对对 因为你们有一段时间有共同的回忆 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 好来第一个问题 这个关于 就是有时候主场的地盘 但是很多客场的球迷来 然后他们又穿的 比如说广岛的球迷 因为都红色 所以很明显 对 或者是版身的球迷黄色 一片黄一片红很明显 那关于这个应援区限制的问题 应该要这样回答 因为我去查了 比如说日本火腿 他关于主场客场的应援区域的规定 是如果主场应援区 那就请你穿这些客场球衣的球迷 你不要去买那里的票 然后坐进去 然后甚至要在里面加油 反过来也一样 客场应援区的时候 你也不要很北吧 你是日本火轴球迷 你要穿主场球衣 然后坐在客场应援区 在那边给他加油 这是他们很明文写出来的禁止 那小飞的问题是 可是满 就是多到很多 这样整片都是 我觉得多到很多 那就是真的是 怎么讲 交流战才会看到的景象 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吧 例行赛也会遇到啊 我觉得要看 他的对战对手的球迷数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第一个前提是 刚我刚讲的那一个 在应援区域里面 你绝对不能这样 应援外区 区域外面 对啊 他白底类似他没有写 应援区以外的位置 你不能穿 对对对 红色的 你不能穿光达 没有吧 因为他们通常去的话 都会买 比如说阪神区 都会买那个 远程都会买 就算你不要坐在应援区 你也会买坐在应援区 近一点的地方 正常 就是尽量靠近 你以S-Cone Filtor 就是一垒那一边 因为一垒是客厂 一垒是主场 三垒那一边 三垒那边是客厂 所以你看到一片红一片黄 基本上大概都是三垒那边 比较明显 刚提的重点就是 主场应援区在一垒的三楼 一垒的三楼那边 你一定就不会看到 有黄色或红色在那边 相对的也是一样 三垒的三楼 客厂应援区那一块 你就绝对不会看到穿日本火腿的 球迷在那边 除了这两个 应援区域之外 他并没有规定 你不能 他们也会稍微多少自律一下 在我可以买得到票 可以选座位的前提下 我是广岛迷 我就尽量买三垒那边 靠近那一侧 真的真的买不到就买一垒这边 但是我没有违反规定去买应援区 基本上他们会去注意 没有规定去买X-CONFU的主场的应援区 要穿的红色区 他们不会去做这种事 所以小飞的问题基本上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也不会到什么 对啦 然后 因为他这个问题 我有想过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那是发生在甲子圆球场的时候 我就去找甲子圆球场的规定 甲子圆球场规定是 右外野外的外野席 全部都是 我本身的应援区域 整个右外野都是 那我记得几年前 是不是有台湾球迷 给他穿哪一队的走进去 被警卫请出来 他好像有在网络上讲 是不是我有印象里面 是喔 那那个就是不行 我以前不是在节目有讲过吗 我小时候去年轻人家 就能看球吗 对你讲的那个啦 对啦 然后两个 我觉得他们是买错票 他觉得你没有先出发钱买票钱 你要看清楚 对他们买错证明他们超尴尬 然后他们也真的坐进去 后来还是被换位置啦 你说那是他们跑进去 埋了半身的应援区域的位置 应该说正确来讲是 右外野的边边 已经靠近右外野 因为他命运规定 但他那边基本上还是算右外野 对啊 那虽然 半身的官网现在是写 2022年球季开始 只要是 韩兴泰嘎斯的主场 甲子园整个右外野 就都是专用应援区 那你那个当然一定在 2022年前发生的 可是基本上在右外野 那里真的会比较 可能会遇到 比如酒喝比较多的球迷 他们两个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我发现广岛 我对嘛 那就危险嘛 小绵羊不要随便跑进去老虎附近 两个是年轻人啊 我还有看过什么你知道 我有一年去民谷屋看比赛 当然就是中日队这边火腿 对 我就走啊 在场外这样逛啊逛 我听到国语 在我的左后方听到有人讲国语 两个年轻的男 怎么也是两个年轻的男生 然后就转过头一看 其中另外一个我忘记要穿什么衣服 但是那一个我很记忆到超深刻 山田哲人养乐多的球衣 虽然中华职棒我觉得会发生啊 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印象 今天这里面要是 要打的是中日跟日本火腿 会有养乐多的球迷穿 养乐多的球衣来吗 虽然不会危险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很危险 可是很怪 很怪你知道 诶 哪里 啊 这边我觉得可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日本火腿球迷 日本日本火腿球迷 就是这次帮我们 员工留很多忙的那个 那一位先生 他是说他怎么认识一位台湾球迷的 哦 他们的故事哦 对对 因为他说他在逛那个圆豹 纪念馆的时候 他穿着火腿的 传奇3号的球衣 哈哈哈哈 在里面逛 所以认识了 那个 另外一位 对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 就是 可能那个稍微还好 我前几天也在 那叫什么 永康街 看到一个日本大省穿着 那个妈 不是吗 那个 林木成也 广岛一号球衣在逛 逛台北街头 永康街附近出现 所以我觉得还好 而且那时候在广岛打的就是日本国队队广岛 对 可是我遇到的现象是日本国队队中日在明古屋 怎么会出现有人穿 养乐多三天哲人一号的球衣 我觉得就是他的球衣他喜欢那一件 对 然后他觉得去看风格要穿这件 人家不会care你 对啊 我觉得在美国好像不会care 美国对 因为前一天有找到一个 美国小朋友穿着卫拳笼 对 大家在猜他可能是美国学校的学生 现在刚好回美国 可是这有点怪啊 对啊 那你把他拉到甲几元球场 这个就不是怪 这个会变危险 嗯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那个强烈的image 是不要去破坏人家的场子 或是坏了人家看球的性质 对 只是在明文规定里面 是大部分的球团都是指应援区 客场应援区 主场应援区 你不要有别的敌对的球衣进去啊 那这个应援区之外的位置 其实他没有明文规定啊 对 那你说球团的一场 当然票能卖完一定是最好的 嗯 什么以客为主什么的 其实也还好啦 而且因为 三场 我自己觉得交流战很像祭典 也有 对对对 对啊 你球团之间也都在合作啊 吉祥物 我今年广岛能队到羊连的球队 就这几场 就三场啊 那比如说我去大阪工作的 我是广岛人 我可能就会去 会哦 这个其实很多了 这样就刚好顺便再回答小偶飞 后面这个 真的有这么多板神迷远征北亚道看球 或者是根本潜伏在北亚道的虎迷 我觉得都有 都有啊 只是比例我们很难抓啦 因为我觉得 我举一个状况好了 就是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子 我自有一个经验 但不是棒球 是足球 可是棒球应该也是 就是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去北亚道工作 嗯 我的好朋友去北亚道工作 那结果 呃 我们是大阪出来的 嗯嗯嗯 我们是大阪人 然后他去工作 那我难得去找他 哦 刚好交流战是个机会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是那种 其实感情蛮好 他们是坐在一起 一个穿火腿的球 一个穿板身 那可能是家人 那可能是朋友 或是亲友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几率蛮高的 我觉得都有的原因就是 因为一定也有可能关西人 嗯 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西被 去北海道出差 对派在杂谎 或者说 不是出差 那是外派 对外派在杂谎 那他本身来的时候 他当然想要去 对啊 为我关西的球队加油 这种一定有 很多北海道出生的人 去东京工作 那对 以前北海道去东京巨蛋打的时候 这些人就一定会到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因为我上次分享那个2008年 版神来北海道 嗯 我们在那边唱林卫主的歌 嗯 在我们位置附近 我觉得 他应该是版神迷 虽然他没有穿版神的 那个 秋衣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版神 他就是在家的时候 他都有在动作 所以应该是版神迷 没有错 嗯 那我上次不是讲 买在最后一排 对对 最后一排旁边有点点空位 反正楼梯走上来 后面也没有位 就是到底了嘛 嗯 嗯 他的行李箱就放在旁边 哈哈哈哈 这那一看是怎么看都像 从关系来的 因为他行李箱也带来秋场 嗯 好 可能等下看完他就 回去 要回关系之类 这种也有 一定都有 嗯 一定都有 好 那再来最后这个问题的分享一下 推荐的座位 因为说实在话 我虽然去了三次 可是你回想一下 我买票就四种而已啊 嗯 之前有的前面已经讲过了嘛 第一个是 牛棚上面那个 对 右外野的那个位置 嗯 第二个是 一垒一楼越靠前面越好 嗯 因为真的很近 嗯 再来开幕站 没有位置嘛 我只买那个 你买那个入场券而已 入场的票 第四个 4月1号的是 买在一垒 后面一点靠外野一点点 但是三楼 嗯 他们那个有点像什么星空 星空城的 三楼 STAR STAR LEVEL 那也真的很高啊 所以你说真的推 在应该之前也有 好像有在节目回答过 嗯 因为以我做过的位置 就是牛棚上面 那个右外野那个位置 如果你能买到第一排 那真的很新鲜 嗯 就是后面头首 开始动起来的时候 都在你眼前发生 甚至你耳朵 听力把它拉出来一点 你还听得到 他们在讲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一垒一楼 越前面越好 嗯 因为那真的很近啊 我讲白点 你一楼越前面越好 对不对 一垒越前面越好 对不对 就是我拍的照片的 那个距离 对 真的很近 真的 的确我是第一排 那对 因为你可以 我走来走去嘛 但那真的 就是那样子 那其实会很不一样 你像以我做过的话 这两个都蛮推的 还有啦 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做过 嗯 但是你要推一下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那个 你今天有一个 看球角度比较低的 哦 他在那个记者拍摄战壕区的后面那个 一垒这边叫做 是 什么什么什么 有个有个 不是不是 不是可有可乐 哎哎哎哎 我知道三垒那边是Panasonic 这边是什么 突然熊熊忘记了 反正他那个 我记得票要一万多块 对 可是因为 第一个现在 他的视角就是跟球场同高 对 很近 对对对对 那他那个票虽然是一万块 可是他付一餐 嗯 他那个室内里面有buffet 可以让你吃 你可以拿着他那个餐盒进去装 装了之后 你可以来到外面 你的位置坐 那你也可以就在那个buffet里面 他里面也有桌椅 对 里面当然也有电视在转播的比赛 你也可以坐在里面 然后边吃 边看电视 心脏比赛 好 好想要推这个 因为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 其实付一餐之后 我觉得真的没有到很贵 对 而且现在比 现在日币又便宜 对对对 趁这个机会多看一些贵的位置 你日本在外面吃个buffet 我看五六千日币也都算 跑不掉的了 大概六千吧 一定 对 就是基本 那你这样扣一下 多一点这样 扣一下好像买那个位置 其实才有五千块日币左右的感觉 五六千块 对 尤其现在日币又便宜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三 一壘这边叫什么 凶凶月 大概是这样 价位 我刚查了一下 右外野牛棚上面的那个是日币三千八 然后一壘侧一楼 月前面好 这边大概是七千五日币一张 然后更近一点就是一万 加一餐 注意一下时间 运气好有缘的话 应该就买得到 对 这东西很难讲 好 那回答完了这个小飞的问题 我们就来进行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日本火水道鸣鼓跟中日三连战 第一场6月16号礼拜五 那上哲直支先发最后2比1 一分显胜 哇 而且这一分拿的实在话蛮屌的 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 上哲直支8局112球 然后拿到了太平安联盟现在并列最多胜的第六胜 那甚至在第三局一出局二雷友人的时候 他也打了一个相隔5年的左外野拼飞安打 他这么久没打安打了 好 那这个安打其实后来B-Boss在他的IG昨天吧 度音的前一天6月17他也破了一个影片 他说那一球仔细一看 他根本碰球棒碰到球两次 球棒碰到球两次 飞过来对球投过来 打到这边然后挥棒 碰到这边之后又碰到这边 然后被上哲推出去 哇这么妙 但是你要慢动作放到很慢 大家如果去新装的IG看一下 他那放线动不然在不在 对啊那这很妙啊 啊但传媒没有说就没有啊 就是比赛进行中嘛 另外的话这个第二分要介绍一下 那时候1比1第四局 两出局一三雷友人 对 然后小立元在投球中的那一个 一蕾是上川田 三蕾是万坡 那那一球因为小立元是左头嘛 嗯 我后来看慢动作画面 万坡先起跑 哦 但是因为小立元左头 他其实没看到 嗯 可是这个庙就庙在万坡 已经跑的时候 上川田也假装要到二雷 嗯 然后他还要演一个什么叫做 假装跌倒下 哈哈哈哈 他跑了几步之后突然好像 滑一下 跌倒一下 那但你小立元就看到 一定就是赶快就甩一蕾 嗯 可是这个时候万坡已经跑了 对 所以你球如果去一蕾 一蕾手已经瞄到万坡冲不雷 他也来不及了 他也来不及传分了 所以他只好就只能杀上川田 就在这个阴错阳差之间拿到万坡这一分 而且是关键的自身分 嗯 所以赛后新庄刚自有说了 这个play 上川田大物 应该要拿一个最佳男主角架 他真的那个拔斗演得很好 成功的引诱小立元把球穿去一蕾 让万坡顺顺利利的回奔 然后另外这一场球还有着田中争议 最后出来关门 投了一个157公里的直球 因为他直球其实都有能力 压着滴滴的进来 但偶尔有时候会高起来 可是有时候真的那个滴的 真的蛮要求的 那怎么打150几 然后压着滴滴的 比如九宫阁在七八九附近 这样秀进来 这也是他第10次救援成功 今年究竟你看从 原本在软淫一次救援成功都没有 今年来到日本我都已经拿10次了 尤其日本人又很care这个10这种整数 就是双位数很重要 从0直接变成10这样 我记得因为 我先讲其实这场比赛完全没有看 因为后来我在看 因为我那时候在工作 哈你对你去 但是我马上打开来之后 我就看到 第一个就看到比数2比1赢了 哦太好了 怎么赢了 第二个是马上你看到一篇新闻 嘿 就是说到底原本的 就是他们就讲 就是照片就是田中正义 然后说到底圆球团 他们说原本放出来 把他放出来的球团都在想什么 哦是哦 对 对 我没有实际看很多啦 啊 也没有想 因为他别的人就真的都要保护啊 对啊 难道难道写的这个人他也默默的认为 这个近藤间界跟田中正义交易就对 哈哈哈哈 不知不觉大家都不觉得他叫做补偿人选 补偿人选然后补这种直接变守护神 然后实胜了 被实救援的这种 大家都已经 头脑里不知不觉认定这是一桩交易的 哈哈哈哈 可能是这样哦 不过不管怎样能够 状况越好上是 好事啊 对啊 157公里的守护神 对啊 而且那个157不是高起来的子球 低了 是非常好的子球 我现在回想的是 日本火腿的守护神 什么时候有157公里的过 有吗 马亭 马亭罢没有 有头过157 我不确定 但是马亭罢要在历代里面 他算比较快的 嗯 马亭罢之外的我绝对不可能 哈哈哈哈 中村Michael没有吗 中村Michael之前那个什么 小魔神的叫什么 我用用吗 不给你名字 横川道哉 横山道哉 横山那样子 那也不可能157 没有 绝对没有 我问一下你觉得没有 那有150也不错了 真景 啊真景 153 154应该有啊 157 我记得他没有破过155吧 所以应该不到底 不可能有157 我真的忘了 但是的确这种数字 还有一直破155这个数字 对啊 5.9不可能 嗯 哈哈 对啊 还有什么守护神 山谱人大 没有 特别来宾 特别来宾在旁边打小包 靠山谱 山谱 山谱也没有15啊 15出头而已啦 对啊 还有守护神谁当过 就差不多这样了吧 嗯 对所以Martin有可能比较接近啦 对大概就这样了 对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157的守护神 说实在话我很满足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他又是天中正义 那个情感又在加分 对 当年没人的练的 对啊 对啊 好那其他的话 新庄刚自赛后 被这个日本记者访问 除了前面我刚讲的那个 他想要颁给上串天最佳男主角之外 他也觉得这个play就是我们从去年 不断不断的练习 不断不断的练习 嗯 然后终于在这个时机 发挥效果 有地方可以用上去 然后一次就成功了 嘿 还不是说什么先失败了 然后什么之后过了好多天 好几场 然后再来试终于什么 没有没有 一次就成功 嘿 他说当然要谢谢每一位 这个球员啊 什么什么这样 然后这一次能够 这个play一次就成功 而且这个真的很难 他说真的很难 还有一些日本记者回想是说 这个play应该就是 比如有时候那时候春训 有没有 日本记者曾经有被请出场过 他们在里面练球啊 嗯 日本的记者通通被请出去 不要拍不要看 所以日本记者回想 他是不是那个时候 在场面演练的就是这个 他任何人都不想给你先知道 你记者就算不会去讲 他也没有要给你知道 嗯 我绝对要守这个 守到底 就这个时候 因为真的很好 因为上串点真的要演跌倒 他真的要演不小心跌倒 所以他真的 完全能连记者 他都不想要跟你知道 通通请你们先出去 不要看我们 等一下这段时间要练什么 所以有的记者在回想 应该他们就是在练这个 也许那个时候就是在做 这些各种战术 各种准备 不想给我们采访 不想给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被看到就没了 这种不累 可能还有别招啊 应该 我觉得应该很多啦 有 我记得新中文讲他还有别招 嗯 只是这些东西就是都不能讲的 他自己想出来都不能讲 要怎么样可以这样多拿一分的 各种多拿一分的方法 对对对对 各种多拿一分的方法 这样子哦 那其他的话就比如田中日记 还有一个相关的消息 就是 他其实过去那个软银的六年间 比如说受伤对 上市一直困扰 还有一些就是成绩一直没有到 嗯嗯嗯 相信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啦 对 那有一个一直支撑他的人物出的书 这个人物叫做四福广志 不就是那个奥运的 对对对那什么练球吧 对 然后还要去 他现在是那个啊 长官啊 对啊 这有什么体育那一边的那个 对体育厅的桶 对对 然后也有去过那个火腿的那个 去年的春训 然后来客座了一下 那本书叫做Zone Zone就是Zone Zone的区哦 区 这个要怎么形容 虽然我也没看过这个书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就是Zone的进入的方法 我觉得也比较像那种鸡汤型的书啦 应该是这样对吧 对看起来 因为后面的形容就是 就是比如说以一个这种奥运等级 世界等级的运动员目标在 比如破世界纪录 然后破什么什么纪录 经常什么零的领域这种感觉 对那在这种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这样子的运动员如何去 比如说调整自己的心理 或者是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 楽しみ 很期待享受它什么什么 就怎么看都是比较在讲这种 有重压在身上的运动员 他们怎么去转换自己的心情的 书的内容看起来是这样啊 所以在这段就是过去这段期间 这本书一直都是田中正义 会拿来翻一翻 里面一些话是他精神方面的粮食 大概是这种味道的一本书 那当然现在到了日本 或者新装都会教他 微笑微笑挂着笑容 对微笑正义好像也不错 我自己乱取了 微笑的正义 天秤正义 对对对 好再来回顾这个 第二场6月17号礼拜六的比赛 6比3 再赢的中日一场伊藤大海先发 拿下个人精灵球技術第三胜 然后田中正义又再次出来救援成功 第11次 另外还有A马马路天立子 第9号的三分蛋 他的恩返三分蛋 因为他面对到他这个前东家 然后我们先来聊一下伊藤大海 先发的伊藤大海 他在这场比赛也终于集出他个人生涯 第一支安打 恭喜 大级年三年 职棒第三年 第一支安打终于出现了 出现在第5局两出局16人 一个坏球 抓住了这个中日的先发松叶贵大的偏高的卡特布鲁 我写到这么稀 卡特球 左头的高的卡特球 全部写出来 把他一推到这个左中外也变成二雷安打 那时候那个 还是一直常打 转播的那个记者就一直在想 一次解锁 第一支安打第一分打点 还是第一个常打 全部讲一遍 激动一支喊 日本的主播 激动的一支喊 什么什么的 他自己回想这一球 他觉得自己有好好的把这个球这样顺势带到反方向 因为他是左打 虽然右头 可是他是左打 他觉得自己这一球打得很不错 然后而且是二雷安打 然后把福建送回来这样 我记得那时候后来有些新闻有写 轻工一直给他建议 就是苗高的 苗高的 有高的可以攻击的球就打 其他的话还有 前一天日本记者也回想 16号的时候他们有问了一下 一等待 他自己那时候回答日本记者是说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直方生涯一支安打都还没打 那他很想要打 也想要替球队友做一些贡献 所以前一天晚上他回答的时候是讲 就算这一支安打是一支内的安打也可以 他就是想要打一支安打 对他就是想要打一支安打就对 已经可以标准放松到只要安打就好了 什么安打都好 内的安打也没关系 哈到这种程度就对了 那其他对这个纪念的第一支安打的球 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从以前 他学生时期的时候就一支很喜欢看他打击 所以他想要把这颗球送给他的爸爸妈妈 喜欢看他打击 就是很期待看他打击那种意思 因为学生时期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专职投手吧 可能自己有时候也会打或什么的吧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再来聊一下马鲁历史这个第九号 逆转三分蛋 这大家如果看比赛一定看得很爽 右外野 就是现在的打者真的时代不同 那个已经右外野偏高了 他们也本中正那边本来就是想要掉一个外角的高的 但是掉的不够高 他其实也没有到低 他就是也是高 但是或许扑手要的希望再可以再高一点点 只是投手投出来的球稍微没有那么高 然后就被马鲁历史 他那摆明的一定 你看他挥棒多就知道那个球来 他摆明就是要把他打去右外野 就真的过强 现在那个打者有的真的一定是 那种练啊什么打击技巧 瞬间的那个 又有爆发力又有技巧 他要打右外野 看就是这个话打右外野 就被他真的扛过墙了 那这个当然是对中日 就是他的老东家的拳内打 然后那个时候当下我就发现了 打拳内打照理讲爽 逆转三分蛋应该爽度有加倍 绕了一圈 回来 照理讲在秀儀居前就是几张啊 摆那个他那个M pose 像艾希那个M pose通通没笔 因为是对中日 对他后来有讲 因为对面那一边有好多好多都是 以前在照顾我的人 照顾过我的人 照顾过我的人 他这样的讲 包括那些拖内拿 他好像赛后有讲 包括那些拖内拿 都是我照顾我的人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那个时候 不要觉得那种耶 我们没办法做这种 他没办法做这种事 对他不想做这种事 这个人真的有情有义 对啊外国人 对啊 他也不是日本人 外国人有情有义 而且当初是对面做的那个监督不要他 对 而且第九号 他在中日最多就是打八支 这个破纪录的第九 不讲破纪录 破个人 在日本职棒最多的 全力打树的那一支 就这么刚好在他换队之后 然后遇到老冬家 这也是就是有点那种日本漫画 在画的情景 就是剧本 这也是蛮巧合蛮扯的 还打那个不要灵的人 对对对对 其他的话 新庄刚自监督他觉得 就是进入交流战之后 这些投手们的打击 他眼睛都笑眯眯的 哦是哦 他觉得几乎每个投手都蛮会打的 一人大来这天也打了二人安打 之前是什么 北山也有打安打 然后林木箭矢也有打安打 只是被没收了 因为下雨 然后大概就只有上元健太没安打 好像其他的投手通通都有打安打 所以那时候也讲说 你没有要练二刀流的没安打 反而没安打 可是我好像有听到 那个转播的时候讲 上元健太在这一段交流战开始之前 很多很多投手都有去跟他 请教打击的问题 所以他可能把他的功力都先传给人家 对他都把功力传出去 因为他的重点是投球不能保送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一下 不能保送 可是他如果那时候打安打 所以教堂战战机会再搞一个 他还错失蛮多 机会 得分机会的 那自己那个新庄自己 自己也有讲说 如果可以的话 江岳君是不是应该要学一下 一人大来的打击 江岳君可以学一下 这样 透笑一下 把江岳拿来当梗 这样回答日文记者 就是说 江岳都应该去学一下 这些投手 这些投手 比江岳还会打 每个都比江岳还会打 江岳是不是要去学习一下 他们这样 那另外的话 球队这天在赢就是二连胜 交流战还有胜多于败的可能 对 还有两场比赛 这个新庄监督讲的这句话 他说今天赢的这场球 感觉就像一支变强的球队的 拿胜利的方法 6比3 中地先得分 对 然后我们慢慢追进 然后一棒逆转 然后守住 这就是 感觉就是一支正在变强的球队的 会赢球的方法 对 好 那另外这一场球还有这个 伊藤大海的爸爸回忆 这是6月18号早上的新闻 我们放在一起讲 因为6月18号 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 是父亲节 日本是过这个 对 美国也是过这个 对 台湾不是 台湾是过那个谐音嘛 8月8日的 那日本的父亲节 所以他这个 6月18的早上有一篇 前一天 伊藤大海打了这个 纪念信的第一支安打 那他刚刚也讲要 把这个球送给他的 爸爸妈妈 嗯 他说其实 以前啊 就是爸爸 从他小的时候 常常就在 陪他练球 哦 那为了帮忙 训练伊藤大海的打击 因为爸爸以前是 从来没有打过棒球的那种 嗯 虽然自己儿子打棒球 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打过棒球 但他也很认真的在他们 陆布丁 飞来到陆布丁那边 从国中开始 嗯 伊藤爸爸就常常陪着 伊藤大海在这个 陆布丁的山村广场 的这个球场练习 所以爸爸常常在 喂球给伊藤大海打 喂球给伊藤大海打 一切都是希望 自己的儿子 难怪他喜欢打击 就他一直出来是同学 我看伊藤大海打是真的蛮有sense的 那时候去年那个 球迷 嘉年华 球迷感谢季 他们有那个累球大赛是什么的 伊藤大海就靠一只 飞过那个右外野的 但不是真正的找找巨蛋 他们有围那个比较短的 那个圈内打枪 他那个球被他猫到是真的会飞的 就小时候一直有 就看得出来有打过的 不是不会打的 而且他高中大学 我记得有打多有打击啊 哦 高中大学看我比较没印象 嗯嗯 总之有那个打击的sense就对了 哦他这边后面新闻有写啦 居大三小木二零级的时候 他有打过一个飞越中华野积分版的 哦 全内打 你说飞过哪里的积分版 飞过居大三小木 他没有写在哪里 但是基本上圆山球场有可能嘛 圆山球场 再不然就是旭川的那一个嘛 因为如果假设是地方大会的话 B的球场应该就这两个吧 圆山球场或旭川的球场之类的啦 总之不管在哪个球场可以打中华野积分版的 中华野积分版的 这真的很远 场外弹 他写场外弹 不管是哪个球场都真的很屌啊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 你看他高队那年打 然后刚刚讲国中的时候 他不会打球的爸爸也很努力的 想办法要为球让他练打击 所以这颗纪念球送给双亲 真的也是一种恩凡 在复兴节 复兴节前一天先打出来 他爸爸自己也有说 这个艺人大眼这一天的恩打是nice buddy 打得好 打得好 爸爸也很高兴这样哦 好再来回顾6月18号 录音这一天礼拜天的比赛 最后4比0 再赢的中日 第一次三连胜 今年第一次三连胜 在人家的主场把人家扫地出门 替光头 那北山宣机先发 6又三分之二局只被打一只恩打 7个山镇2个保送 而且他前五局是完全比赛的状态 前五局15上15下 那后面接替的河野龙森 玉井大响山普人大 全部都锁住了 三连胜除了三连胜之外 第30胜今年球季 第30胜了 然后日本记者去整理了 去年的日本火腿 拿到第30胜是在7月7号 所以2023年比2022年早了19天 拿到了第30胜 然后对中日的话 连续两年的交流战全部都赢 等于跨季6连胜 连赢中日6场 那赛后新庄监督 回顾这个北山宣机的投球 前五局15上15下完美 他说今天北山宣机两个保送 但是投得非常好 如果可以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他绝对有很大的可能性 是可以成为一个拿10胜以上的投手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今天打线 第一胖他真的给他排清宫星泰昂 他之前就有讲 他想要排清宫星泰昂 第一胖 因为他觉得他选球还不错 那关于今天真的排他第一胖 第一个点就是像他之前讲的 他觉得清宫的选球是不错的 那以他这样子的选手 不把那个上累率提高一点 其实不行 那上累率如果可以提高 他相信全球打自然也会提高 然后一些集球的cost 就是集球的位置 也可以比较好的 有一个方向去瞄准 或者是你说缩小范围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他 左眼点第一个就是你要去选球 你要真的去把你 我认为你选球不错 你要把你这个专场 好好的献出来 那第一棒就是可能 你可以多一个打席 多一点机会去 去赶快找到这个方式 你如果找到了 自己适应下来了 你的成绩 你的全球打数 自然就会开始越来越多 那这些东西 你不去锻炼一下不行 就是你要把他选的好选的好这样 那当然今天表现也不错 两子弹打 有一些结果出来 那当然就是后面就是 继续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身体状况 集球状况 对越来越调越 越调越好这样 我觉得他好像很常 他是不是有时候会把 第一棒这位置当作是一个 让中青打 那三四五棒去调一下 状况或是一下做一些 或者是 就是给他多一点机会打 他觉得你应该要去 好好的做好选球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人放到第一棒 他觉得任何一个选手 你在前一段期间好像选球真的做得不好 你去第一棒 你就去第一棒 对因为你的任务就是 选好球上雷 保送也可以的那种意思 所以这个球应该几乎每个人都打过第一棒 很多都打过第一棒 很多都打过第一棒 反而看起来适合打第一棒的 不见得会第一棒 还没有打第一棒 甚至被排在第四棒 对 五十分之类的 好那最后一个话题来聊 既然是复兴节 北山宣机的爸爸也来 稍微介绍一下 对他今天他爸爸跟妈妈都去了 明古屋的巨蛋 看儿子先发 那儿子也投的很棒 这一颗球他也想要送给爸爸妈妈 这一颗胜利的纪念球 虽然不是第一胜了 好像第七胜 他职棒身好像拿第七胜 但是他要感谢爸爸妈妈从以前 就是一路把他拉把他长大 那今天投这样子的比赛 北山宣机自己也觉得也是一种报恩的 心里非常非常感谢 爸爸妈妈一路以来的照顾 然后他说 可以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投球 他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 也是最棒的礼物 那你看到这种故事 其实看到北山 我只想到那个 谁 他选秀会那时候哭出来 你看第八子民 对 因为他们那些大学 不是都会坐在可能礼堂 他们教练跟选手本身都坐在 面对大家坐在桌子上等 对 你看第八子民你要等多久 很久 而且那时候应该有一个氛围就是一个气氛就说大概今年没了 日本是几年开始 5点 台湾4点 日本5点 对 做好做做好做 可能做到 从日本5点做到可能8点 7点多吧 7点多8点跑不掉了 第八子民 然后心情一定像豪小刚讲的 这么后面的应该 很多 那时候大概就会有种气氛围 至少心里一定有就是正选这边大概没有了 顶多看看再坐下去看看育成有没有机会而已了 然后名字被念出来 日风火队第八子民 北山选机 他不就哭哭了 对 然后就想我才这种选手 然后他后来第一年就先开幕战就先 开幕战先发 然后今年也被先发轮值 对 你觉得有一些那种选手在 不能说不经意 就是在一些事情 他那个当下的反应 比如奈良间那个印象也很深刻 被选到就 激动 那种爽着那样 那种画面在团外里都会印象很深刻 所以看到这个 北山选机 大概这一场的play应该也是 他先发以来投最好的一次 也前五局 15上15下 而且那个安达他自己觉得 就是有点比较 对方的那个阿达里比较lucky 但是他也告诉自己 不要在意那个 好像完全比赛被破功了 怎么样 他一直告诉你不要在意 继续想办法 让对手不要得分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前一场 是不是投得比较不顺 前两次都不太顺 被换下来 前两次都不太顺 因为印象里前两次都不太行 没有那么行 虽然没有爆掉 可是就是 跟今天这个比 有点挣扎 跟今天这个比是 那个差异比较明显的 今天这个真的投得很好 就真的很称职的先发投手 那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日本火腿现在在交流战的战绩是 九胜八败 只剩6月19号还有一场跟横冰DNA的不赛 对 就算输了也有九胜九败 就是五成 应该是以这些 最近我这几天看转播的时候 有一些球兵讲的 他们都觉得交流战基本的 最基本你要做到的就是五成 能够超过五成最好 不到五成其实就是 你今年打得不太妙 交流战打得不好 那这一场比赛 交流战其实也最后胜三场了 中央联盟现在50胜 太平洋联盟现在53胜 多三胜 今年真的 今年蛮激烈的 五五波 而且有一度是那个吧 我记得那个 好像某一年也是有 可是今年真的有一种 有一度不是好像每一度都差不多吗 现在也没差很多 对啊 现在看DNA明天啊 DNA明天赢他就 对死第一次交流战冠军 可是输了好像就会有四队都是 第一名 并列11胜7败的样子 如果DNA明天输的话 好像DNA巨人 欧力士软赢好像是这样吧 那怎么办 3000万4个对分 我不知道耶 管他就不是我分 到时候新闻就会写 怎么分 我根本不想要研究 四个对 反正不是我对分 四个对一人3000万 我们还不可能 四个对分3000万吗 有可能 好像都他们家的事 管的钱也不会到我口袋里 最后日本被你写了 我知道就好 但我觉得 不管人还是这样 局面变有趣一点 比较好玩 就跟以前的交流战比 现在交流战真的比较 刺激 对就比较有期待感觉 以前就是真的很明显 就是靠怎么打 怎么都杨林的在赢 对 现在没那么简单 你看杨乐多在这边 被点火醒了之后出去 真的一路赢 对 一直以 从最北开始点火 好多队都被咬到 心中把火点起来了 好多队都被咬到 热天交流战也打得不错 对 战绩稍微有起来 现在西武掉下去了 西武现在反而掉下去了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日功配信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再会咯 拜拜 拜拜 来去抽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